如果说我讲过啦,除了这块摩托本身能做的 我记得好像那个有一个什么 叫什么 Easy Easy 什么EasyO吧,还是EasyO App 这个是好像充当投资 转投资的一个软体公司 EasyO,对,EasyO这个 它的平台就基本EasyO App 所以你关键是可以找EasyO App 它里面实际上就是架构在那个什么 架构在那个 就是所谓的JQuery Mobile上面 然后它帮你做了很多原式 这个所谓的那个元件库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延伸出来的 可能里面没有的,它帮你做好 那你也可以引用它 但是有些是要付费的 但有些不用付费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做的还蛮棒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教学 那这个教学,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什么地图好了 那地图以前要做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很麻烦嘛 可是你会发现它已经都帮你做好了 而且它甚至用动画的方式告诉你 要贴到哪里 像你会发现这个HTML 这个很像是我们的程式嘛 那它跟你讲说把它拖拉过来 放这个东西 然后再做什么 有没有复制贴 实际上这个就是UL UL就是什么 项目符号嘛 LI就是那个项目符号里面的细项 最后做出来很快的 就可以建立那个Google地图了 类似长这样子 它里面都有程式嘛 甚至呢如果说你要看它里面的程式嘛 你可以怎么点击这边 我印象中好像还蛮快的 你把它复制贴过去 一个地图就出来了 那它这个地方 你知道城市码都在这里 你知道怎么样 开一个在军会里面开个新的网页 然后把这个城市码贴上去 然后把JS的部分也贴上去 再把CSS CS没有 就这两个贴上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walk了 马上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东西 反正只要你贴对地方 你不能贴错地方 它马上可以帮你做出 你要的这个中间的东西 手机上也可以看 而且更厉害的地方是 它有个什么 Preview 有没有 Preview这边不是有QR Code 对不对 你就把QR Code扫一下 它会叫你安装一个APP 就是中间的东西 马上看到 所以其实感觉还蛮奇妙的 没有做多少事情 但是马上可以看到 那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在里面找找看 我觉得还蛮多东西的 那这个就是它是站在 那个JQ Mobile的一个 韩式库基础之上 它再去加一点东西 那JQ Mobile目前是 自由软体 自由的韩式库 可是其他增加的东西 当然是要额外的费用 好像你用它的 你要发布 可能就是要付个费用给它 它会可以让你发布 OK 那这个网址还蛮好找的 之后也许有时间 我们再把这个加进来吧 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 那里面这个网址 就是叫什么 叫EZOAPP吧 这关键字 OK 那里面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再玩玩看 而且它还有蛮多什么 教学影片 还有教学影片 这边也有啦 可以教你怎么做 像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地图 这边也有啦 好像点击进去吧 里面有相关的影片 把韩式库复制贴上就可以 OK 那延伸的部分 这来我们接下来 继续来看 就是说 第一个记得 刚刚的东西 请务必注意几件事 否则你可能 会没办法预览 像刚刚同学这个韩式库 JQ Mobile没有进来 如果你这个JQ Mobile没有进来的话 即便你贴上 就可能像这样子 我把它这个save一下 像刚刚同学是 也一样开个新的档案 一样是HTML 没问题 但是最后它就是 而且好像还有 有把它这个有个JQ Mobile 这个部分都没问题 但最后的话 就是差一个步骤 就是忘了把它存档 所以没有存档的话 贴上的话 就会变成 这一段 贴上 然后程式的话 记得就贴 这个分割 把它从头贴到尾 切过来 切过来时候 其实大概如果你这个时候 要及时一下 这个按佛好了 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 主要是因为我这个 主要我把这个砍掉的话 它看到的就是网页了 OK 好 这个大概讲一下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 再来看那个 我们上课用书里面的第六章 上个礼拜有讲过 就是说呢 其他还有像某些效果 像如果说我要建立一个什么 交谈窗 那所谓的交谈窗 它就是跳出来的样子 不太一样 那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们如果点内容介绍 跳过来是一个页面 有没有 配取 你可以上一页 那另外当然 如果说你不希望这么呆板 像关于本书好了 我希望关于本书 跳出来因为只是关于嘛 那最好是 那个样子可以长得像这样 点击进来 有没有 弹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就会有个叉叉 手机上的显示也会这样 就关掉了 OK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上面 加一个什么取消 取消的话呢 一样可以把它关闭起来 那这个部分呢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大概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显示出来 一样 一样是超连结 不过会多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data data data 一个叫rel 这个应该什么relation 还是什么rel 这个后面的话 必须要加一个属性 叫做dialog OK 如果你加了一个dialog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 类似刚刚看到的这样的效果 但是特别注意 它上面就不会出现上一页了 在这个对话方块上面 不会出现上一页了 那上一页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上一页效果不见了 没办法 因为这个上面 就不会有上一页的这个效果 所以如果你用dialog的话 那这个上一页即便你做了 它也不会显示出来 没办法 因为我们用的是人家的韩式库 那人家的韩式库 做出来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无法去变更 除非说你去修改它韩式库里面的程式 你才有办法变成你要的那个样子 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想 除非你功力够了 你可以去修改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要一个取消 类似最后 一个取消 一个确定的取消 那你可以 也可以连结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去做出这个dialog 基本上很简单 一 我们一样切到即时 即时把它取消掉 二 切到关于本书 特别注意 像内容这个都可以 点击关于本书之后的话 一样在那个资料 就是说 在我们的标签检视器里面 找到JQ Mobile OK 其实这个是JQ Mobile 最好用的 基本上其他工具都没有 这个属性 这个编辑属性的这个视窗 里面如果要找到的话 很简单 它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有设定好几个 只要再找到一个 就是所谓的 在Data Rule的上面 会有一个 本来是空的 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点击之后 找到这个叫dialog 它就会改成对话方块 跳出来的样子 所以只要设定好 再按即时 就可以看到 另外如果说像 本书 内容介绍 假如我现在内容介绍 它现在是这样 那如果我要改的话 一样 内容介绍这个超连结 把它这个 Data REL 这个改成Dialog的话 那我就可以什么 即时 再点选它 你会发现 它跳出来的话 就会类似像这样 不过我是轻易 如果你里面资料 比较多的话 这个Dialog好像比较不适合 那什么感觉好像 就是不太合适 如果说像关于本书 资料很少 那你用Dialog OK 那你就不要滥用 什么地方比较好用 你在用 OK 好 那再来就是说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其实在那个连结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REL这个地方 它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back比较少 back是说 也是按叉叉那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你们自己看一下 比较重要像这个 External 这个External 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呢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连结 因为我们现在连结是连结到 Index里面的某一个页面 它是在同一个网页里面 那就表示是 不是Ex Ex外部 这Inner Inner的话就不需要设定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你的连结是外面的网站 比如说你要连到Google的话 那特别注意 它如果连到Google 如果你没有在那个 超连结那个地方设定这个External的话 它就会出现错误 会连不出去 所以假设 我们这边假如说 我再多一个练习 比如说我这边 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Google 好 我要连到Google 那Google连结的话 一样嘛 超连结 点这边 然后HTTP 冒号两斜线 www.google.com 那当然你设定好之后 一样把它Save Ctrl S 好 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们就有超连结 把它加上去 刚刚没进来 OK好 让你个Enter OK好 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呢 如果我连结嘛 其他当然你也可以再做相关设定 比如说 这个也是把它改成一个Button好了 然后也是一个什么呢 那个 这个再小一点好了 我觉得微醋 然后其他大概这样 即时看一下 Google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点它的话 你会发现它跳不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连结 它不是在内部 而是在外部 所以如果你要外部连结 要成功的话 请注意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地方 你必须把它改成什么 External 如果你没有把它改成External的话 那它就无法连到外面去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超连结 你要连到 连到的是外面的话 那Data的REL 这个属性标签 记得改一下 即时看一下 这时候 点一下 不过你想说 老师它怎么还是连不出去 因为我们是内部的浏览 那如果说你要正确的浏览的话 请记得 这个地方即时也不OK 你必须用什么 用浏览器 才可以 OK 所以我们用那个Chrome好了 点击要不要存档 是 这个时候的话 我把它在 习惯上这样 有没有 把它弄得像手机一样 有没有 然后点击它 这个时候呢 Google就看到了 但是你可想而知 网页跟 手机就是不一样 它进来 如果说你在手机看到这样 你一定会怎么样 再把它缩小 其实就不太适合了 所以可以连 可是不合适 连Google 特别是 如果你今天用External的话 那你可以再 即时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它跨网段 还是连不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 请你点选 旁边有一个预览 像那个外部浏览器 我们一般用Chrome 去把它点选开来 那当然除了说 用那个外部浏览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除了这个改之外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改这个 叫什么 Agents 这个Agents 这个Agents是非同步 非同步的这个程式的 这个运行的方式 那预设它的Agents 为什么的 为处 也就是说它是非同步的 就是它跟Server端 是没有同步的 它是Client端做它的 Server端做它 就分开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问题 你点下去 它可能也不Work 所以有的时候 需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改成False 那你才可以看到 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 那什么时候用到 有的时候 就像可能在后面吧 有机会再来谈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你的Server 比如说你后面有Server 你Server有Database 那你Database的资料 要从外部过来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需要 知道这个Agents 可能要先把它关起来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同步的去把资料 抓到你手机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我们的讲义里面的说明 讲义里面有提到 这个是 第一个是Dialog部分 然后再来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 所谓的寻览工具列 那寻览工具列 它的英文名称叫Netbar Netbar其实用到的几率 也非常的大 就是可以让你方便去浏览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类似长这样子 但是这个地方 长得还算是 它还没有像Icon 看起来不好看 那这个Netbar通常是放在上面 或者放在下面 让一个手机的App 里面有统一的界面 也就是无论说你到哪一页 都会有上面或者下面的这个 寻览列的效果 那它要怎么做出来的 特别注意 Netbar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包含 第一个它的Data Law 一定是Netbar OK 而且它本身一定是一个DIV 所以外面会先用一个DIV把它包起来 那里面放什么 UL 项目符号 里面有项目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里面有几个按钮 它里面呢 就会先是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所以如果说我们像我们这一体有四个 那会做四个东西 我想这个部分等一下再来看 那如何刚好把它放在上面 或者放在下面 那让每一页都有同样的这个界面 这个很重要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六支三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交谈窗 先把它试试看好了 那另外就是说交谈窗之外 额外再看 如果说你要连到外部的话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那个把Data REL这个标签改成External 那记得及时 那个效果可能没办法出现 但是你可以在那个浏览器中预览 OK才会有这个效果出现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那个所谓的那个 巡览工具列 这个用到的机率也非常的大 好 危害羡